长毛 快点 水管帽 是哪 水水管 我那嘴 水管又暴了 你先出来 你先出来 不是不是 我 你先出来 不是 水管老帽啊 不是 你怎么弄的呀 你坏过一包 那那公银箱在哪儿呢 公银箱在哪儿呢 公银箱在哪儿呢 咱们下来 咱们去下来 好 你用这儿来 三手来了吗 来了 哪个呀 你用这儿来 丁珠有点 我还你的 你怎么又漏了呀 不是以前老漏啊 你让我修过两个是吧 这真不是啊 你别打我 放红衣服就好了 好多 我收了 帮我再进去 那天的事 对不起吗 还生我气呢 怎么能怪你呢 还不是因为我太艰难刻薄 因为他们几个没带礼物 我就得理不饶人呢 其实那天 我出去的时候 听到他们讲什么了 我知道 您也是为了帮我出口气 谢谢啊 好 好 好 其实也可以理解 这个圈子本来就挺公义的 都是身不由己啊 好像都是为了哄哄反制 让他这个圈子就让我站住 行 其实要怪啊 就怪我去那儿年龄 怪不成 对不起 一个大男人的 抱着什么呀 那你说 街上那些你抱我大个儿 多的是模特人多的是 红的就那么几个啊 云云众生 能杀出一条血路的 就那么几个 你这都过了十年了 还不明白啊 其实有些事啊 你弄得越明白 就越寒心 他们说得对 我呀 就是音乐在唱啊 你看别人退休的时候 都能抖一抖闲门绣 可我呢 居然在我职业生涯 最后一场 浮浪修上面了 被开除了 你说我说有多倒霉 我说你们怎么还聊整天了 何小姐我请问你好了没 我在外面等半天了 你再不穿我就要走了 好了 好了 我我直接出去 我洗个手 那个 你再等我一下啊 你先去忙吧 这儿交给我 我收拾一下 你跟我一起去 走 我干嘛去啊 我这笨嘴桌 舌头给弄黄了 不会 你坐到那儿就行了 不用说话 快点 你哪有得换套衣服啊 不用换 就这样 急帅 走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对了我介绍一下 这位啊 是我们的艺术总监 张猛 这位是赵先生 冯小姐 您好 我是 您好 我是方敏 张总监是搞艺术的吧 对 我听说这搞艺术的人啊 最有个性了 是吗 大家坐下聊好不好 坐下聊 张总监有女朋友吗 没有 当我一个儿子 还旅规私婚 这么有爱心啊 有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离过婚的男人 是最有魅力的 没错 方小姐 接下来您婚礼啊 有什么建议 直接跟我们的 张先生了解就行了 接下来他会代表 我们公司 全权负责你的婚礼 还有 张总监之前啊 是模特 所以他对艺术 有独特的见解 对吧 真的啊 张总监 那如果有你来 亲自做我婚礼的策划的话 我觉得就没问题了 何小姐 签约吧 好的 等一下啊 我有一个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 处的这一句话都没 有问题 我们可以解决问题啊 没问题 签约 得嘞 这儿 张总监 那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行了 张总监怪冷的 赶紧回去吧 可千万别感冒了 没事 她天天锻炼 她不怕冷 那个 慢走哈 小姐 我怎么觉得 今天这事不出劲呢 是不是觉得今天 今天特别好啊 你帮我谈成了一个客户 是不是觉得还挺高兴的 不对 那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你见过谈客户 穿成这样的 你是不是当我傻呀 我跟你说你才利用我 你才触碰我的色相 我看出来了 是谁一进门就把外套脱了 是谁萧水龙的时候 把自己故意打湿 是谁拿个毛巾在这儿 搔手弄姿的 出卖色相的 是我吗 是你资本好不好 再说了 你前两天 不用顾的批评我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就算我今天利用你 那也是扯平了 我已经给你道过歉了 那行 我也给你道过歉吧 对不起 不是 你这抢词多礼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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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风度不要温度了吧 耍帅也要有个现代 行了 老娘去给你熬姜汤了 不是 我说穿衣服 谁不让我换的 你给我说清楚 是我不让你换吗 是你自己不换的好不好 我说 张总监 快快快快快 全这个喝了 我今天都道歉无数次了 你就别生气了啊 快快快 你还张总监 小心烫啊 不生我气了吧 我都给你熬姜汤了 原谅完了 对了 你刚才说 你最后一场秀的时候 被人开除了 是怎么回事了 还记着这事呢 那是啊 你讲话 每句话我都得记着呀 其实也没有什么言文什么 杀鸡降活呗 反正在行业里面也习惯了 那你怎么不闹啊 就这么让别人当枪使啊 我不告诉你 你这人平时就是太老实 我特好欺负这五字啊 就差秀脸上了 本来又帅又高 往往一站那么眨眼 我拿你开刀 拿谁开刀啊 开刀就开刀吧 反正这几年我也习惯了 其实把我换掉了 没有什么不甘心的 你要说真有什么不甘心啊 就是他们居然 随便找一个人就把我给换 这么些年 我不敢说我的条件 是最优秀的 但我肯定是最爱这个行业 从那天开始 我突然间就发现 其实你再怎么弄热爱都没有 有的时候在他们眼里边 我狗屁都不是 对不起了 我说不太啰嗦了 没事 没事 啰嗦呢是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呀 平时你闷葫芦一个 现在终于能够敞开心扉 跟我说说心里的话 我不得捧场啊 这后来想想了 那场秀缺了谁 都能走下去了 我啊就是以前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其实自己也没那么重要 不过没事 都过去了 我也想开了 不是有句话说吗 人得往前看 路得往前走 那你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啊 想好了吗 没想好了 不过不过你放心啊 我是不会在公司赖着的 杨阳不是快起木考试了吗 等她考完了诗 我就把她送到她妈那儿去 然后去找工作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去给我买点吃的 因为我饿了 我还以为你要安慰我 鼓励我 她吃 只能救治了吃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来晚上吗 酸辣粉 对 我要吃酸辣粉 你饿了 我给你做点吃 别别别 我去要吃门口那种 就小摊的特脏 酸酸辣辣 不行 我觉得我要不吃这把酸辣粉 我可能会死掉吧 是吧 行行行行 别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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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去行 快我去 谢谢张总监 啥你腿长的 你跑得快 张总监 去买酸辣粉 你穿点衣服 我还得穿鞋呢 多加点醋和辣椒啊 好 你穿这么长 马上回来 这